这个变化情形 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主要是针对 像最近美元的波动好像比较大一些 之前好像一直不断涨 现在最近好像有涨有跌 所以假设将来你的资料是比较类似像这样 就是横向横的部分是日期 就时间变化 那纵向的这个歪轴部分的话 是它的汇率的高低的话 当然你如果直接去下载那个资料 那你要看其实不太容易的 就比如说这个资料有个网址 那我们第四个单元里面的那个汇率资料 那你可以连接到这个网址里面就是 政府的开放平台 那里面的话就包含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么多的汇率 OK 那这个是一般常用的一些这个外币 比如说像美元 OK这个我想 现在很多很多人如果假设要出国的话 不管去哪个国家 可能有时候会直接先换美元 再到当地去换成当地的货币 那当然如果假设你的汇率有高有低 当然你相对的如果是 它越低的越贬值的时候 你去买的时候相对比较划算 可是当它已经涨上来 你再买划算 所以有时候 当然如果 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当然它低的时候就多买一些 把它存起来 那你要用的时候呢 再把它提领出来 当然现在很多银行都有 都有做这样的服务 所以其实你可以开个户头 然后需要的是再去银行 把那个像美元把它领出来 所以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看到那个美元的历史资料 看起来好像历史资料 最低 我们可以看它这边有这个 今天的资料 比如说今天资料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OK 那它因为是一个CSV档 它会跳出这个警告讯息 那你可以看到呢 最近的那个汇率波动 比如说11月1号的汇率是32 也就是你假设要买美元的话 你要花一块钱 你要一块美元 你要拿32块的4.484 这么多的这个金额 那一直到我们最近 好像你会发现 到11月底的时候 那越来越低 一直到31块 等于是价差 它其实它蛮多的 本来你是 就有点像你买一个东西好了 本来要花 比如说假设10块钱美金 大概要花324块 突然降到变310几块的话 那你会感觉 有个价差了 OK 所以最近这几天 它又稍微涨上来了 不过这个波动 其实 这个会不断变化 像在更早之前 如果你假设抓 比较早之前的这个资料 甚至它最低 有低到27块多的 27块多的话跟32块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价差就很大 所以之前我有看到那个波动 所以我会 我那时候其实 在28块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够低了 所以那时候28块 我就其实买了蛮多的 然后呢 我最近把它卖掉了 我大概卖31块 因为我想说 要32块 这个出现其实不太容易 所以我就也不要贪心 反正我有个波段 我有赚了一些会差 那我就觉得OK了 所以呢 请各位把那个上个星期的部分 稍微把它复习一下 换一个那个 外面先换一个 提到那个原子 你这样看 其实不如怎么样 直接让它变成一个 一个 就是像折线图 所以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资料是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然后绘制一个折线图 那当然我们有画一个 第一个图 就把美元折线图画出来 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把美元折线图画出来 这件事情 其实就重点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一个数字 看半天 其实说真的 导播画个图会比较直觉一些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波动的状况 这边有个日期 那波动的是 11月1号开始 相对的你会发现它这个高点 32块多 快32块5 最低点的话 其实可以从这边看到 最低点是 大概是这个地方吧 这个是什么 31.26 25 25是最低的 所以当然 聪明的人 当然是低的时候买 高的时候买 OK 尤其是我们 那样有一些 那个就是 这个外籍同学的话 其实会比较感觉吧 汇率的波动 其实你会发现 哇 它真的差很多 所以聪明的就是 在低的时候 赶快多买一些 存起来 然后当你要用的时候 最好是在高的时候用 那这差距就蛮大的 所以我那之前 我就观察了一下 那个美元的汇率 我大概差不多几年前 好像差不多一年 2021年底吧 我记得 那时候已经整个 就是汇率荡下来了 那我想说 此时不买 那什么时候要买 所以就赶快多买一些 所以我就 不过那时候 我有跟我的朋友聊天 然后他跟我讲说 你不要这么 好像这个风险的 你怎么知道 美元已经最低了 那时候已经27块了 27块还会再低 不过我自己的直觉 因为我看了一下历史资料 这十年内的历史资料 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所以如果还会再更低的 几率应该是很小的 就像 当然这个有风险 是否有风险的 可是那个风险 其实没那么大 但是我稍微分析一下 那至少我懂得用以色列 稍微分析一下 我觉得风险是有 可是风险真的蛮低的 哪怕如果假设 它又往下跌 跌到26块 没关系 26已经不可能在25了 因为美元从来没这么低 而且美元是有点像是全世界的货币 所有的那个货币 基本上都会以美元当成是计价的一个货币 比如说你买任何东西 买黄金 买石油 买汽油 其实所有东西基本上美元去计价 所以稳定性应该是存在的 OK 所以我就买了 最近把它卖掉 我则算一下 大概基本上应该小赚了一些吧 大概我觉得算一下至少超过10%的获利 包含这个定存的利息部分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图画出来 然后大家观察一下 你大概就是要最高最低的地方 然后你就想一个找一个最低点把它买进 然后相对的你可以大概预估一下 最高点的时候把它卖出 那相差你可以赚个会差 所以其实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看这些波动 然后从中获取一些这个差价 所以你说很多学商的学金融的 其实他主要在学什么 其实主要是学这些 OK 他一定要能够赚到钱 不然的话他每天就研究这些东西 当然如果你要简单 而且能够轻松的去了解 当然你就有需要用程式的方式 帮你画出图形来 所以如何把数字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是把什么 上个礼拜主要重点就是 把日期跟美元汇率这个数字 把它变成刚刚的那个图形 除了说美元日期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日期 一个栏位是美元对新台币 然后这里下就是 这个是等于它的横轴 它的时间 这个是轴轴 就是它的数量 两个把它画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类似像这样一个图形出现了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懂的吧 应该没有人看不懂这个图吧 OK 应该比连小学生都应该知道 所以连小学生都应该会判断 当然这样子其实 就会让一般人可以更容易知道说 该如何去做一个决定 决策的部分 好了那除了这个栏之外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还要画什么呢 画那个日期跟人民币 不过你会发现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有把它下载的资料 好像原来下载资料好像会有个问题 原来日期的部分 其实它这个日期 当然我们看应该可以理解 它是2023年的11月1号 可是就Excel来说它会看不懂 也不是看不懂 它看的话它会把它当成是一串数字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它会把它理解成2023万 然后1101 OK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理解 Excel能够理解成一个日期的话 那记得你这边要加斜线 如果没有加斜线的话 它会把它当成一串数字来理解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使用Excel的时候 如果你要好好的驾驭它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要用它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给它它应该有的资料 不然的话将来做出来结果就是错误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试着 在没有加斜线的状态画图 不过你会把它画出来图 那就会不正确 因为它不知道说 原来你的这个A栏 其实是一个日期 所以我们好像有做了一件事吧 上个星期应该是 就是我有把它贴到 这个Poto里面 所以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修正日期 怎么修正 当然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先把前面四个字抓出来 然后串一个斜线 再把这个应该是中间的 这个月份的11拿出来 然后再串一个斜线 然后在尾巴的这两个字串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这边 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 那这个栏位的话 其实用文字的方式来做 还记得吧 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文字类里面的Lapt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找到一个Lapt 函数 然后去抓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第四个字 它取得的话是2023 然后再串一个斜线 所以end一个斜线 end一个斜线 然后呢 当然打勾你会把2023斜线有了 然后再串什么 再end一个什么呢 再取中间 应该是第五个字取两个字 所以再插入一个mid 所以一样文字类函数 mid里面的话呢 把这个资料给它 然后跟它讲说 我要从第五个字抓两个字 那当然你可以确认一下 是不是11啦 如果是11表示你的算 没有算错位置 但如果你假设算错了 比如说你算成第六个字 那你可以看它是10 那不对 那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一定是11啦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在end一个斜线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有一个right 取最右边的两个字的话 就end什么 end然后再来就是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right ok right的话就R开头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R-I-G-H-T 然后这个资料里面 取尾巴两个字 ok 它就01 没错嘛 按确定 那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长这样子 打个勾 ok 然后向下填满 有没有 那就会是 它可以看得懂的一个日期 那我们公式就这一串 所以将来你 这个课程 当然你上完 至少你要有个能力 就是你可以快速的 把一个公式 把它串出来 而且是流畅的 你不能卡卡的 我知道有些同学 常常这边卡那边卡 我总是因为不太熟 那你要怎么能够熟 就多做 其实也没什么诀窍 反正熟练它 就变成一个技能 所以技能是什么 技能是反复练习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很熟练 因为他每天做 经常做 做的数量 练习的数量 比别人还多 当然就熟练 这个就变成一个技能 ok 所以假如说你将来 希望能够毕业之后 能够在职场上就有 比较好的机会 当然你要训练很多技能 像电脑方面也是一个技能 你要让比别人更熟练 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想要老板要你做什么资料 结果你要做半天做不出来的话 那当然表示你这个东西不太熟 ok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用这个公式 得到这个结果 那可是问题是我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把它盖过去的话 那我做一个动作 这个很重要 这个其实我发现同学 对这个不太熟 那当然你要把这个资料 换到这边来 意思就是说把它盖掉的话 当然第一个 把这个范围旋起来 游标放B2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再Ctrl C 把它复制之后 那记得 贴的话记得 你不要直接贴 不是说按右键贴上 直接贴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这边会错误 所以记者贴的时候 请你找到123 123 或者是说你 选择性贴上这边也有 或者这边上面按右键 记得不要直接贴 那记得呢 你找到一个叫选择性贴上 有没有 选择性贴上 那找到一个叫123 就是只有值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差别 因为如果假设你直接贴 它会贴上它原来的公式 就是你会贴上的 就是它原来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公式 贴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因为对照的位置 其实会有问题 所以不能直接贴 怎么办 你就贴了之后 记得用选择贴上 只有它原来显示出来值 把它贴上 这样就OK了 那你会发现这边也会变动 因为它是基本上参考这边的资料 所以这边变动的话 那这边也会出现改变 把这一栏再删掉 这样就OK了 就会得到我们最后需要的一个日期的一个格式 OK 但是跟各位讲 刚刚的方法是 我把它Ctrl-Z Ctrl-Z又复原 Ctrl-Z把它复原一下 那我刚刚做的这个方式 其实是把前面的这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数字 我把它 有点像取巧 我把它当成文字来看待 那当然比较正确的方式 比较标准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把它当成是数字 并且用一个函数 所以上个礼拜 这个方法其实不是标准的 其实比较标准的应该不是用Labs 跟Mid跟Ride 因为你最后变成是一串文字 那为什么一串文字 最后结果是可以的 因为Israel其实 怎么讲 它蛮有弹性的 你给它 它接近的东西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让你可以包容性 那比较精确的做法 应该不是用Labs跟Mid跟Ride 而是用什么呢 我把它删掉一下 而是要用另外一个函数 就这个不是用文字 而是真的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所以 这边的话 你就要切到 类别 本来是文字 请你切到这个选项 叫日期及时间 也就是说 真的利用日期的函数来处理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 但是因为Israel其实它包容性还蛮大 所以刚刚那个方法可以 但是其实有一点取巧 不是标准的 那比较标准的应该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日期来解决 怎么解决 OK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那以后再处理资料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了 因为最近好像那个 说到那个什么 政大那边的一个 什么商学院的一个社团 邀请我去帮他们教 教他们这个东西 他们就是希望搞懂 那个Israel里面日期 函数方面的相关知识 所以他们是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 不过因为我看了一下 第一个时间不对 第二个可能也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学生 就说那你有没有时间 刚才你去帮我上课好了 他们正当那个MBA MBA就是 应该叫什么 MBA中文意思是什么 好像是气研所 气管系的研究所 OK 然后如果你假设用Date函数 特别注意 第二个比较标准是 第一个你插入这边要用Date 那这个Date函数呢 主要它的意思是说 把它格式化成日期 OK 它怎么卡住了 OK 它跳出来 所以第一个的话插入一个Date 那它会跟你要三个讯息 请问一下你的Ear Ear就是你那个Ear年的讯息 在哪里 那这里的话当然我要跟他讲说 是这边资料的前三个字 所以这个资料怎么取前三个字 那一样就是这个资料给他说 那你跟他讲说我要前三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说你在Ear里面 再去用Lapt 那切A2的前四个字的意思 那这样2023有了 那Mans的话呢是在这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跟刚刚的有点类似 只是说把它放在 EarMans Day里面 这个的话是Mid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按插入函数 不过我直接打好了 这边其实你也可以这样 如果假设你习惯用这个 你可以游标放这边 然后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插入函数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加一个什么 不过如果你要加Mid的话 这边记得了 从这边加 这边有个Mid 它会跳到这边来 然后呢 切我们这个文字里面的第几个 第五个字取两个字 那就E1 OK 然后就把E1当成 这个是他的Mans 然后再Date Date的话呢 就是他的尾巴两个字 然后这边的话再点前面这个 然后用Right 尾巴两个字 这个资料的尾巴两个字 OK 01 按确定 那这样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呢 也会是2023年斜线11月1号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比较标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用Date 然后分别给他Ear Mans Date的相关讯息 OK 但是啦 其实跟刚刚做法 其实有点得一同 只是说呢 刚刚的做法是中间 有没有 Labs Mid Rides 中间串斜线 有没有 这边串一个斜线 那这边再串一个斜线 那 Date的话呢 是他单独是一个函数 那你就把Labs 等于是取得Ear 取得Mans 取得Date 然后分别把结果 给显示出来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最后得到的结果 会是45231 OK 你想说为什么老师 最后是45231 那其实呢 这个最后的结果 日期其实是算说 他跟1900的月 要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啦 你说为什么最后看到结果会是对的 因为他会自己帮你格式化 所以他只要侦测说 你这个函数是Date 他会自动帮你做一个事情 叫格式化 格式化什么呢 自动帮你加上日期的这个格式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就刚刚我们有复习了 就是上个礼拜的用斜线方式修正日期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用Date方式 记得Date说 这个地方你们再试一下 Date有没有 先插入一个Date函数 然后分别给他 Ear,Mind,Date的讯息 然后按确定之后呢 他就自动帮我把正确的日期 给显示出来 OK 那一样啦 向下填满 然后把这边复制一下 贴的话 这边按右键选择性贴上 记得选择123 123这个 OK 然后把这一栏给删掉 不过你会发现 然后把这个奥索贴上变这样 因为你贴上 它会打回原形 因为123是原来的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请你把这个范围 游标放A2C向下 然后你可能要自己手动一下 把它的格式 改成日期 这样就OK了 OK 可能要多一个动作哦 所以算下来好了 好像还是上个礼拜 用日期的方式解决 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用Date的话 虽然是比较标准的 可是我觉得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的复习一下 那这个连结 一样在第四个单元 第四单元里面的这个 叫外币汇率 资料下载 然后汇制折线读之一 这个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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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